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724年 纪晓兰诞生于河间赴县县 金河北苍县崔庄 她的出生就被赴贵了种种神奇之说 祖父纪天身梦见一道火光闪入楼中 随后纪晓兰出生 还有人说纪晓兰是火精转世 县县自五代时期就有驱赶火精的习俗 相传火精为女性 赤身出现在火光中 纪晓兰出生前一天 当地又发现了火精 人们敲打铜器来驱赶 火精闪入纪家 这时纪晓兰出生 耳垂又穿痕 脚白耳尖 壮弱缠足 像极了火精 看看 老纪一出世 就与女性扯上了神秘关系 这为她后来的特殊爱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纪晓兰的出名 得益于电视台 前些年的青宫剧 让许多历史人物鲜活的植根于广大 观众心中 比如乾隆 康熙 刘罗锅 和珅 纪晓兰等等 还有尔康 小燕子一类的虚拟人物 也都深得人心 在青宫戏中 纪晓兰和刘罗锅一样 可以归属于正面人物一类 她才华横溢 机智过人 还极恶如仇 尤其是在与巨坛活身的战斗中 处处得长先机 这乎大快人心 实时中的纪晓兰也不是浪得虚名 而是有着满腹锦绣的才学达人 纪晓兰四岁开始启蒙读书 十一岁随附陆经 二十一岁中秀才 三十一岁考重进士 官职领部上书 协办大学士 纪晓兰一直是官方学术工作的领导人 凡有编辑之意 修书之事 她必在其间 她一生中领导可参与了多少重要典籍的编修 不可胜处 而纪晓兰最为使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 一是奉旨领导编窜了一部版车全书式的巨型图书 四库全书 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路旧文 故以消遣岁月的随笔 杂记月威草堂笔记 因其缅而好学可为文 受之以正无不堂 嘉庆地域自卑文 故族后世好文达 乡里是称文达公 从表面上看 纪晓兰的官运亨通 人生非常风光 其实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并不器重的 而是把她当成朝政的一种点缀而已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如意 多少是影响到纪老师的人生处事观 所以纪老师才会在事业之外是寻求乐趣 比如她的烟也其大 可以说是烟不离口 所以人又称她为纪大烟袋 除了眼 老纪还爱吃肉 传说她从不吃米面 只吃猪肉 一顿饭动不动就能吃掉上十盘猪肉 这样的肉量真是让人佩服 纪晓兰的另一爱好就是女色 纪晓兰十七岁的时候就娶了东光献旺族 时任成无限令的马永途女儿为妻 纪晓兰也很喜欢她的这位妻子 但一个女人对她是远远不够的恶 她日后又那且六人 而且年老以后身体依然硬朗 风流也不减当年 据说纪老师年欲发时仍经历不衰 为此还曾奉执那妾 纪晓兰边四库全书时 住在宫中 好天没接近女人 整个呈现出一种病态 沐红面世的 乾隆来视察时 被她的模样吓了一跳 盲问老纪是不是累病了 纪老师也顾不上君臣之礼了 直接跟乾隆说 因为一直加班没能回家 才性急上火的 乾隆倒是爽快 当即发了两个宫女给她当福利 采恒之在《崇明漫录》中记载 既闻达公自言难也快转身 以肉为饭 无粒米入口 日语数女 五谷如潮一次 归玉一次 五坚一次 伯木一次 连我一次 不可缺者 此外成兴而兴者 亦往往而游 在清朝孙靖安的七侠和野城中也有记载说 纪小兰一日不孕女 则富裂 金玉抽 一生爱抽烟 好吃肉 喜女色的纪小兰 却活到82岁 没想到 她死后却拥有一位超级粉丝 那就是东北张家的公子哥小六子 小六子年轻时很是风光 除了名声差点 权力 金钱 容颜 美女 还有黄独独 她样样不缺 晚年的她更是潇洒 不谈正事 只聊女人 小六子与纪小兰在女人上也有得一拼 所以晚年的老张 一直以纪大人为榜呀 在精神上向纪大人看齐 关于女色 小六子曾多次引用纪老师的名言以字面 生我者不可 我生者不可 其余无可无不可 有人称这句话不是纪老师说的 到底出自何人 代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就是这样不爱惜身体的小六子 也是长命的主 一下活了一百多岁 比他的人生偶像纪老师还高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立 增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